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是站着的 有的是蹲着的 有的张牙鹿齿 有的闭目养神 石狮子具有镇宅祈福的寓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它被当作典型的吉祥物 同时也象征着权力和威严 可它们明明纹丝不动 既没长腿 也没被人拿去 怎么会几百年来都没人数得轻呢 难道真像那句俗语说的 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吗 自从卢沟桥建立后 一直有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说法 只是当时没人落实这回事 直到乾隆在给流动编写的《地精锦物略》盖章时 发现了这么一句形容卢沟桥狮狮子的话 数之折不尽 乾隆这个天之骄子 自然不信邪 当下就派了两个人去数卢沟桥上的十狮子 谁知两人忙活了一番也没数出来 乾隆只好亲自出巡 等他来到卢沟桥上一看 桥身两侧的望住之上 屹立着许多大小不等 姿态各异的狮子 他们栩栩如生 没有一个是相似的 这令乾隆满心欢喜 于是他又派身边的三个太监去数 结果三个人得出了三个答案 乾隆一脸疑惑 区区几百个狮子 你们都数不出来吗 一气之下 他决定亲自上阵 从东往西边走边数 得出了409只的数量 这跟三个太监术的完全不同 他又从西往东数了一遍 又数出了438只石狮子 最后 他拿着鞭子挨个挨个覆察 竟数出了451只 跟前两次都不同 乾隆一脸纳闷 石狮子又不会动 怎么每次数都不一样呢 莫非真的中邪了 自从乾隆御驾清零被啪啪打脸后 彻底把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说法带火了 再说究竟有多少只石狮子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这座桥 或许它本身就是个谜团 卢沟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 当时用来连接京城和西北地区 那个时候 它还是一座木制的桥梁 已经没法满足军事和经济的运输要求了 所以到了明朝 它被修建成了一座宽阔坚固的石拱桥 它曾被命名为广利桥 但这一官方称号并没有让人接受 人们更习惯称它为卢沟桥 卢沟桥的桥身加上影桥的长度共268米 宽9.4米 桥下大概有11个拱形桥洞 桥面略成弧形 两端较低 中间隆起 走在桥面上 你会发现有很多凹凸不平的地方 这就是中间拱起来的那部分 是用巨大条式铺成的 而两旁则是平整的花岗岩 其实早在1188年就有人想修建这座桥 可是还没开始动工 此人就去世了 所以 等到1189年 这座桥才真正开始动工 但由于各种原因 卢沟桥建了被毁 毁了又被重建 能保存到现在真的不容易 可见最开始的时候 人们的关注点都在桥上 后来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桥上的石狮子 说起来 还真有点离奇之意 据建造时官方数据统计 桥两侧均有140条望柱 柱子上总共屹立着形态各异的石狮子627只 但古籍《人海记忆》中记载的却有368只狮子 1962年 北京市文物部门进行了一次清典 把每一只狮子都逐个做上了编号 发现一共有485只 然而到了1979年复查的时候 竟然莫名其妙地多出来17只狮子 就连宇文克本上的数字也一直在变 好像根本没人知道具体数量 意大利人马克·波罗 曾来过莫名已久的神秘东方大国 当他站上卢沟桥的一刹那 就被惊呆了 在他的传记中写道 卢沟桥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瞬间给卢沟桥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那么 卢沟桥上的狮子究竟有多少只呢 为什么他怎么数都数不清 其实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有一些很难发现 以前卢沟桥的桥面每日都要经历频繁的磨损 因此 每隔十年就要修理一次 而卢沟桥上的石狮子也在岁月的侵蚀 交通的碰撞以及战争的破坏下变了样子 人们不得不将它们进行修补或重建 比如1967年拓宽时 就更换了91个望柱上的石狮 卢沟桥文化旅游区文保部部长乔亚军介绍 卢沟桥石狮里 最年轻的仅有20岁 1988年9月3日 一个雷雨天 桥上68号望柱被雷击 柱头上的石狮也被损毁了 1997年才进行了修复 这也是为什么卢沟桥上的石狮子风格迥异 每只都带有不同时代特色的原因 晶元时期的狮身比较瘦长 头的比例比较大 一眼看上去给人一种头大脸窄的感觉 而且石狮子的尾巴是上翘的 下巴也不丰满 腿特别短 前腿上还有些鳞状的盔甲纹 头前记着个小铃铛 颈部记带飘逸 这都是晶元时期石狮子的特点 到了明清两朝 开始打破一株一狮的形式 将人们在大狮子足下 或者杯上添加了很多灵活可爱的小狮子 之所以几百年来都没人数青狮狮子的数量 很大原因就在于这些小狮狮 就拿189号石狮来说吧 如果不仔细观察 很难发现大狮子的肚子下面有一只小狮子 它只露出了嘴巴和一只前爪 后腿蹬着大狮子的肚子正在努力地往外爬 大狮子的左爪前还有一只小狮子 它在仰着头准备咬大狮子脖子上的铃铛 181号的小狮子爬到了大狮子的头上 两只爪子紧紧地抓着大狮子的棕毛 后肢用力顶住大狮子的颈部 给人一种马上就要掉下来的感觉 17号大狮子的前爪旁也蹲着两只小狮子 相比起189号和181号 这两只小狮子个头更大了一些 身上的棕毛和动作刻画也更加细致 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大家之所以每次数狮子都不一样 是因为这些小狮狮平均体积比较小 随着岁月的侵蚀 很多已经看不出来了 虽然历朝历代都有对它们进行了修缮 但也很难恢复最初的样子 而且为了展现小狮子的顽皮天性 很多小狮子都藏在了大狮子的身下或者足下 如果不仔细观察 很容易就会忽略它们 还有一个原因是 石狮子是立体的 站在不同的角度就能看见不同的画面 这种感官上的错误 也是导致述错石狮子的原因之一 不过民间还有个传说特别有意思 说是这些石狮子真的会在深耕半夜活过来 所以半夜去数狮子的人怎么都数不对 为此还下到了一位县令 相传北京婉平县一位县令来到卢沟桥后 瞬间被威风凛凛又可爱憨厚的石狮子吸引了 他听说这座桥上的石狮子越数越奇怪 于是令衙门里的狮爷去数一数 狮爷是咱们婉平县算术最厉害的 我非要打破这些说法不可 狮爷第二天一早就领命去数狮子了 他从头数到尾一共是458只 但狮爷为人谨慎 为了不出错 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再次数了一遍 却数出了443只石狮子 难道自己数错了 第三遍的时候 他数得更加仔细了 谁知竟数出了481只 此时他累得满头大汉 为了回去好交差 他一直数到深更半夜 可是依然没有得到相同的数字 无奈之下 他只好拍拍屁股回去 交差了 还有这些护士 县令听后一脸质疑 他觉得是师爷年纪大了 可能一时老眼昏花 于是他带着数百人来到卢沟桥 一起数狮子 奇怪的是 上百人一起数 也没得出相同的结论 县令哪能给自己丢脸 一气之下 他半夜披上衣服 独自前往了卢沟桥 认认真真地数起了狮子 他从这头数到那头 又从那头数到这头 来来回回了好几趟 也没数出个结果来 这时 月光洒在了水面上 泛起了阵阵涟 时狮子仿佛泛着淡淡的光 他揉了揉眼睛 竟看见无数只小狮子围在他身边 吓得他赶紧跑回了家 从此再也不提卢沟桥的狮子 当然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不能当真 但卢沟桥上的狮子 的确数不清 而且石狮子的造型微妙微笑 在月光的映射下 显得更加活泛了起来 因此 也有了卢沟小月之美坛 乾隆皇帝写道 矛电寒鸡英明 曙光邪汉欲深恒 半沟流罩三丘弹 一炼分波平静明 入定那僧心供应 怀城克子隐游金 尔来每他沟西道 触景内望阿尔清 其实说到这里 大家几乎都明白了 为什么卢沟桥上的狮子 是数不清的 但为什么有些人会越数越多呢 这是因为逐渐出现的沟壑 让人很难分清 真与假 卢沟桥除了这点神秘之外 它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痕迹 听说当时战士的血 就溅在了这些石狮子上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 卢沟桥事变就发生在这里 第29军奋起反抗 誓死保卫卢沟桥和晚平城 司令部下达死令 即使战死在卢沟桥 国土一寸一毫也不让 战士们英勇无畏 不怕牺牲 可现实却令人汗颜 当时中国的战士 只有汉阳造步枪 甚至很多战士还没学会用枪 而日本早已开上了坦克 战况很激烈 无数战士的血洒向了卢沟桥 就连平时憨厚可爱的狮子 也在一声声淒厉的呐喊中 显得格外孤独 多年战士 让卢沟桥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曾经的卢沟小月 也不复存在 有的狮子没了头 有的裂开了身子 战沟桥事变 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标志着中日两国的战争全面爆发 对中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 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 才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 卢沟桥事变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 促使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外交支持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有关部门才对卢沟桥 进行了新一轮的修复 1962年 卢沟桥成了保护文物 北京文物局将每一根望住设置了编号 对石狮子也进行了清典 当时的统计为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有485只 其中大石狮有281个 小石狮有198个 包括滑表上的4个和顶栏上2个 可是1979年相关部门复查时 又数出了501只 直到今天 这些石狮子已经经历了太久的岁月侵蚀 再一次次损毁和修善下 汇聚了各个朝代的风格和痕迹 而无论能不能数清石狮子 已经不重要了 它永远都是我国的历史之桥 它见证了中国的成长 汇聚了烈士们的汗水和血水 若非要给卢沟桥的狮子一个定数 你觉得应该是多少只呢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